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派工作组已经赴前方去迎接这些获救的中国船员 并在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体检心理疏导和安置之后 获救的中国同胞将在外交部工作组的陪护下 尽快地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 根据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和他家属的请求 那么这位沈先生 台湾的这位渔民将同其他大陆的渔民一道 先由内罗币回到广州 那么他的家人将从广州把他接回台湾 以人为本 外交为民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宗旨 我们一直将被劫持的船员的生命安全放在一个首位来考虑 大家知道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把确保人质安全作为一个首要考量的话 就会使解救工作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艰难 但是呢 通过这次事件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多难 不管需要多少耐心 中国政府有最大的决心 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的同胞接回家 中方对美国高级外交官到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活动 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当前呢 中印两国正在通过友好协商 来通过谈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领土争议 任何负责任的第三方都应当尊重中印双方 寻求和平 安定与和解的这么一个努力 而不是相反 但是呢 美方这个做法呢 美方高级外交官这个做法呢 是与中印双方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只会使正义进一步复杂化 破坏中印边境地区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安铃 最后呢 也会危害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介入中印领土争议 多做一些有利于本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情 那么中印边界问题呢 非常复杂敏感 第三方的介入只会挑起和激化矛盾 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印两国人民 中印作为两个大国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能够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维护好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好的 cellular 修行 小阶 重阻 现象 感谢观看